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这次,感觉蔡英文又要被美国给杀了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国众议院于上月9日无意义通过台湾旅行法 参议院外委会本月7日通过众院版本的台湾旅行法 法案未来送至参院全院表决后,不需协调两院版本 可直接交与总统特朗普签署立法 报道指,若台湾旅行法顺利通过并签署成法 有望让美台间高层级官员互访解禁 但关键仍在于行政单位如何执行 有专家怀疑,此案在参议院全院能否过关 过关后特朗普总统会不会签字 更多的专家指出,台湾旅行法与国防授权法中 每件博台条款一样,只是表达国会的意愿 即便真的通过成为法律 并非一定要行政当局派高官访台 或让台湾地区领导人访问华府 具体如何执行还取决于行政当局 期间有许多模糊性与弹性空间 美国知名台海专家任雪莉 Shellier Eder7日指出 国会继续戏弄Tiz台湾 做诸如像台湾旅行法这样的事情 这个法律也许不会在参议院过关 却会让台湾人很拙心 因为它如果不过关 对于美国支持台湾不是一个好的讯息 如果过关,又会很危险 上月,美众院通过台湾旅行法时 环球时报曾发表社评 将其称为摧毁台湾法 文章认为,如果华,盛顿最终要在白宫给台湾总统铺红地毯 大陆届时肯定会采取行动 让高层互访的台美都付出代价 一旦台湾旅行法在台湾落地 势必帮助大陆下决心解决台湾问题 台海局势从此进入新的阶段 此前,中国外交部曾明确指出 台湾旅行法严重违反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确立的原则 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 慎重处理台湾问题 不要与台湾进行任何官方往来和接触 不得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的信号 希望美国能够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 以及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